哎 进京改良以后吧 我觉得味道 还不如在福建吃的 看那后面的证件厨子说 北京 土田餐厅 三人 1 140 土笋弄 38块钱 过了不一会 我真要想起来了 梅阿波那个 踢出土鱼那个 好高 土笋弄 没什么卖的 上面好像是点酱油和蒜末 里边那个虫 其实就是我之前吃那个沙虫 沙虫脚底的确实又鲜又甜 这东西有什么可怕的 我不是吃虫 熊胖 海铃一次点两菜 是109 我点了一个盐庆海铃 一个福建特色海铃煎 盐庆海铃 那种小小小小的海铃的肉 吃着海铃的肉很紧实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超过水 海铃的味儿挺重 但是真的有点咸 海铃铅 还是那个小小的海铃子 估计是抓了点淀粉 有点小葱 剩下没有什么其他味道 你看着呀 有鸡蛋 在实际上还是海铃和淀粉为主 真的还有嘞 福建特强398 不是金汤 瑶猪 海参 这个是赤子 你仔细看 它是一丝一丝的 鲍鱼 蹄筋 鸽菜 这是什么呀 东西还是很正的 就和大肥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呀 口感绵绵的 黏黏的 尝一口汤啊 鲜甜和在福州吃的福大墙一样 没有鲜半口 主要的味道还是原材料的那种鲜甜味 汤汁很浓嘴 但是他们在这个福大墙呢 因为这红酒味就很冲 吃了最后就食根有点发苦 有可能 其他都是挺好的 反正目前你要说这个福大墙在北京吃的啊 我吃那几家里边是做好的 我在福州吃那一笔呢 这又算不上太好 福大墙的版本是福建版的 普田荔枝肉58块钱 这我可吃不好的啊 这也不凉 鱼筋鱼很厚的一股粉面子 咱们在福建时候吃的那个最热 但是包子里这层淀粉啊 还是酥皮还是糊 非常薄 这个很厚 而且只有点甜口 酸甜口吃的没有那么鲜亮 这样就饱饱了 天花满就是 巨椎圆 又香又甜又脆 新加坡黑椒炒蟹 348 很浓腻的黑椒酱的味 我还能干什么 它使的黑椒酱 是加勒的 太熟悉了 螃蟹很新鲜啊 肉的口感非常好 螃蟹攒了砍碎了 配点干粉的 哗 高一味一炸 因为你这黑椒酱一炒 主要看你这黑椒酱的味道怎么样 这个螃蟹其实挺好吃的 但是它这个酱里边 那个豆豉什么的那个味儿挺冲的 吃过要是炒的时候呢 自己再加一点那个黑胡椒碎 吃的就更香更辣 就更好吃了 这有什么农家擦粉 58块钱 虾仁 猪血 小肠 鸡蛋 香菇 这不是又是捞话吗 猪小肠 你那边挺好吃的 这里边那个小肠 口感烂烂的 还挺鲜亮 就是捞话呀 捞话的汤没这么稠 它里边搁的料挺足的 鲜味挺脆 吃的还行 做总监 还是我点的菜多 平均200多300块钱的消费 他们家这菜呢 一吃就是 进京以后改良过的福建菜 哎 进京改良以后吧 我觉得味道 还不如在福建吃的 本他家菜也算输得不去 但说实话 我就是觉得 我没吃出来福建特殊 知道吗 没吃出来福建菜 那个味道